我们接着讲 那么第二个大的知识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才智了 那很多人就问 老师 你刚才不是说 不要让才智宣明夺主吗 对啊 是啊 我是这么说过 但是 我说这一话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节奏 好的节奏 好的衔接智能夺 之后呢 我们直接去考虑材质啊 直接去考虑这个画纹 就是宣明夺主 当我们把之前做好的东西 需要树立好的这个节奏啊 这个穿插关系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什么呢 就可以考虑材质的丰富性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写一下这个 版书啊 材质的丰富性 材质的丰富性 那么 这些课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看到啊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木板 木板横过来吧 一个这样的木板 它在边上有磨损啊 有磨损 在未来几节课呢 会有一节课会专门去讲 怎么用线去表现质感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先给它大家画出来啊 画出来 以后我们有时间 有时间 专门去拿一堂课来去讲这个 用线去表现 包括怎么去用线表现木头啊 踩这个石头啊 等等等等啊 一个这样的木板 一个这样的木板 那么如果说这个木板就是一个初始的武器 初始的武器 或者一个初始的这个最低级的一种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 我们称之为Level1 Level1 我没看到 它只有花纹 就只有这种木纹 这种材质 它很单一 那么什么叫做设计上的材质的丰富性 那么字面的意思啊 字面的意思 就是给它加结构 那么加结构的同时 这个结构还要是另一种材质 我们看图说话啊 看图说话 是什么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这种 包边 是吧 你像很多中世纪啊 或者怎么样 很多这种物质的塔哨啊 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都会用这样的结构 就是最直接就是说那种工程车 是吧 就工程门的那种 车 或者是 木质的那种城门 都会有这种金属的这个钩 金属钩 然后呢 我们会在这上面做什么呢 打上一个某钉 打上一个某钉 我为了表现这个画画的这种趣味性吧 我可以让它这个某钉 有的是没钉 有的是没钉进去 有的是没钉进去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材质的丰富性 加上这样的东西啊 直接就可以升到level3了 因为加了某钉嘛 对吧 加了某钉就是level2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不断在丰富这个材质的同时呢 它的细节度是逐步逐步的也跟着丰富起来了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画啊 再接着往下画 说这样的木头我们还可以怎么丰富 还可以怎么丰富 当我们钩完这个 钩完这什么呢 钩完这个金属的封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是什么 让它缠绕一些破步啊 对吧 缠绕一些破步 或者一些封条 是吧 这都可以 好 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材质又升级了 又升级了 level4 这就是一个材质的这个丰富性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表现 那其实我刚才为什么卡壳呢 为什么卡住了呢 因为我在想 我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个level2 完全可以做一个level2 怎么做呢 我们拿下来 我们拿下来 调整一下这个板板面啊 完全可以做一个level2 一点都不麻烦 画的时候灵感就突然出来了 那level2是什么呢 level2呢 就是可以加一些这个小苔藓啊 是不是 我们可以加一些苔藓之类的这种草皮啊 就是说这个石头它可能是 不这个木头啊 它可能是长长久以往呢 是处在一个阴暗潮湿的这个环境当中啊 它会比较多的这种苔藓啊 苔藓依附在上面生长 然后呢 甚至有些地方都已经开始长植物了 是不是啊 就像堡垒一样啊 堡垒不有一个蛇荒先锋堡垒那个皮肤里边 不有一个就是说 草地形的吗 对吧 身上有很多草皮 嗯 这就是人说 也是一种材质上的丰富吗 甚至说 我可以让这里去 开一朵小野花 是不是也可以对吧 也可以 这样就是level 2 到我们这种铁呢 也是会夹杂着一些这个开写啊 这样的话就是level 1到level 4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材质上的一种变化 明显的一种材质变化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 那如果我们放放眼一个是吧 更烧脑的一个设计 作为武器上来讲啊 正中八戬作为武器上来讲 你像一个一把武器上面 我们可以有兽骨 对吧 有兽骨 然后呢 也可以有羽毛 甚至也可以有说 有符纹的这个布条 甚至说是 我们可以说 这个这个这把刀就是 石头 和纯石材 打磨出来的 然后呢 上面会镶嵌着 就是说各种宝石 你看这样一下来说 这一把武器可能会有 四到五种材质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细节 但是你要想 如果你只在一把武器上 无限的去雕刻花纹 是它有细节 但是 它的材质的不丰富 就局限了它细节的动人之处 纵观我们这些玩的游戏里边 很好的游戏设计当中 打动我们的设计 基本都是说 材质它都会有很丰富的地方 你假设说像一个角色 对吧 它身上会有翅膀 然后会有披风 会有铠甲 然后会有特效 这基本的元素 构加起来 然后里边可以再做无限的拆分 是吧 特效可以是火 然后呢 有冰霜 然后冰霜里边会有 这个晶莹剃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法术粒子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材质的丰富性 我们可以 我们虽然现在这节课 只用了一个木板 的level 1到level 4的 这个过程 我们来讲 但是 在后来的这个每一堂课 材质的丰富性 以及 节奏 疏密 外轮廓内阶影 这些关键词 是 知识之中 一直都在的 感谢观看